王毅迪与伊藤美成的世界排名相差十位 但是从双方的交手战绩来看 王毅迪丝毫不落下风 前四次碰面 王毅迪三胜一负 唯一输掉的那一场 两人也是纠缠了七局 不过本场王毅迪的状态起伏不定 第一局11比6胜出之后 又以8比11被扳回一局 第三局是本场最为精彩的一局 王毅迪坚持压制对手的反手 四肌变直线的打法率先拿到了局点 但是随后伊藤美成连续两次反手拧拉 令王毅迪出现失误 双方战至11平之后 王毅迪凶悍地压制反手连取两分 艰难地以13比11胜出 我当时是10比10的情况下没有拿下这一局 但是那一局其实打得并不是说不好 所以我从第四局开始就是转换得比较好一些 而且自己冷静下来重新再去投入到比赛中 虽然丢掉了这一局 但是伊藤美成更加坚定他进台快变的打法 反而是大比分领先的王毅迪 在处理球方面出现了问题 尤其是在发球和揭发球环节 显得过于急躁 结果以4比11和7比11连丢两局 2比1领先之后就是说是后面几局球 我感觉自己开局打得不是很好吧 就一上来基本上就落后五六分 在往上追的时候可能就是自己也很难往上追的 我觉得主要开局吧 我觉得没咬住比分 从领先方到落后方 背水一战的王毅迪只能放手一搏 敢于主动上手 敢于主动变线 他以11比7把大比分改写成了3比3平 可是决胜局王毅迪一上来又是开局不力 失误不断连丢7分 最终他以5比11高负 大比分3比4 无援四强 打到决胜局的时候 那个时候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肯定想的是上去就是执行战术 按照战术拼 但是可能一上去就是说 打的跟自己想的也不太一样吧 我觉得自己失误价比较多 然后加上对手拼的 对手打的也比较凶吧 我觉得给我压力还是挺大的